第一个就是把那个问题05怎么变成SS资料库 你把它放资料库之后的话 当然最重要你可以做查询 可以做什么新增修改删除 大概有四个最重要的功能 查询新增修改删除 那其实如果你可以做出这些动作的话 基本上资料库的操作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做来做去 大概资料库的基本操作不外乎这四个部分 查询资料过来 新增修改删除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如果今天在我的资料夹里 也许我原来是问题05 那我希望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SS资料库 所以SS资料 第一个当然你要找到那个SS 这边SS我们office里面 理论上应该都有SS 不过因为现在那个SS 如果你有这个买这个SS授权 跟不买这个授权 其实整个OV的价钱会差非常的多 印象中好像是你不买SS 好像不到一万块 就一个授权 但是如果你买这个授权 好像就超过一万 还是两万忘记了 反正就是 所以很多公司慢慢的 就是傾向 公司我就不买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增加公司买软体时候的成本其实还蛮高的 而且基本上在很久以前我记得好像很多公司都不就是都买个一套 不过后来好像蛮多公司被一个单位叫专门抓软体盗版的 被抓了之后就被罚了 OK 他基本上他也不会真的就告你 可能会 可能会让你先跟你讲 你先先罚 罚多少 罚个五百万 象征性的 他也不要说 真的把你给罚到让 就是说去告你 告到你倒 那没意义啦 杀鸡不是要取卵 不是杀鸡取卵 而是真的要你赔也好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SS 价钱会高一些些 那不过也还是有公司在用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当然假设我今天呢 会有一个什么呢 需求 就是说我要把Excel的资料库 这个还蛮好 这个资料库 这个Excel 假如说它不是资料库 它是一个Excel档 那我希望怎么样 转换到SS里面 OK 然后呢 让它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资料库 变成一个资料库 也许是SS啦 当然也有人用到什么 SQL是Voloco 但不管我们就是 转到资料库里面 那这个资料库里面的话 怎么去建立 那第一个 你可以建立的方式 也许我们直接干脆 找到 我们直接 我是把它放在 我们原来的这个目录里面 那因为我是放在 我这边的目录里面 那我希望在哪里呢 在我的根目底下 就是Excel的旁边 我是放这边 Excel的旁边呢 加一个资料库 资料库名称的话呢 我叫做那个 假如说也是一样啦 叫问题05好了 也叫问题05 稍微改一下输入法 然后呢 建立这个问题05的 SS资料库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问题05 OK好 那它的副档名 一定就是那个 ACCDB啦 OK 不过旧的那个2003以前的 都是叫MDB 不过我们 我看还是用新的好了 这个ACCDB 所以将来会